上回书说到司马德操水晶先生 为了更好地培养诸葛亮 要给他请一位名师 就把他带到汝南陵山 来拜见老隐士风酒 等见到老隐士了 要说起来 这也确实是一种缘分 风酒的学生太多了 可是今天一看着诸葛孔明 从他心里头那么爱 诸葛亮呢 虽然听说过风老先生大名 但是没见过 今天一见 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瞧 这位老先生到底多大岁数了 诸葛亮可猜不出来 看老先生体态飘逸 体态潇洒 挺高的个儿 按说岁数不小了 腰板不塌 再看面目是满面红光啊 哼 老先生两只眼睛 硕硕放光 确实发似三冬雪 须似九秋之霜 这胡子这好啊 根根滋润透风 诸葛亮看着这位老爷子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司马德操水晶先生 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第二天就离开了灵山 回归水晶庄 把诸葛孔明就留下了 光阴仍然 春去冬过 诸葛亮在灵山一住 就是一年 这一年干什么了 挑水呀 打柴呀 打扫庭院呢 给老先生坐点 可口吃的呀 可是 这位封老先生 是什么也不教 诸葛亮年纪轻轻 但是他非常明白 老先生 是在锻炼我的任性 看我诸葛亮 有没有诚意学本事 所以他不由得尊敬这位老隐士 而且奉侍为紧 恐怕出一点错误 果然到了一年之后的第一天 这位封老先生 就把诸葛亮叫到自己的眼前 老人是没开眼笑 用手指着旁边桌子上的三本书 孔明啊 这一年来 真是难为你了 从今天起 你什么也别干了 看见没有 这三本书 你要全心研究 朝夕揣摩 百日之后 我呀 再考你 你再来见我 这一百天 你不用跟我相见 诸葛亮拿起来三本书 一看 是兵法阵图 治国安邦之道的书 从这天开始 诸葛亮是不分白天黑夜 一边读一边琢磨 越读越有兴趣 一百天 这三本书 读的是滚瓜烂熟 百日之后的第一天 也就是一百零一天 封老把诸葛亮叫来了 考试啊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封老问一句 诸葛亮答一句 诸葛亮对答如流 而且还加了自己的见解 这位封老听着听着 诸葛亮回答 站起来了 首领寅然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老先生只说了四个字 智奇奥妙 就说诸葛亮 见解读道 见解精品 诸葛亮 想绝定今后的命运 所以就跟封老先生说 老先生 天下人都知道 曹操是国贼 孙权为窃命 我当时乱世 只想退隐 功耕 养智乐道 您以为如何 没想到这位老隐士 八脸望下一沉 望后倒退了一步 空明啊 你跟我不一样 你可不能这么想 你怀此才能 而不拯救百姓 就不是仁者之心 不过 贤者责主而是 甚甚出处 是完全应该的 你学业已成 去吧 老先生就这几句话 诸葛亮紧紧的 记在心中 回到龙中之后 先拜访司马德操 水晶先生 按现在的话说呢 得跟人家先生 汇报一下 学习成绩 正好呢 庞德公也在这 庞德公跟司马德操 一看诸葛亮学习回来了 两个人非常高兴 三个人坐在一块 谈话 等谈着谈着 头一个站起来的 就是司马德操 水晶先生 他恭恭敬敬 给孔明 身识一礼 恭 朕第一流也 庞德公也点了点头 认为诸葛亮 学识不凡 就对司马德操 水晶先生说 你看见没有 孔明就好比隐藏在 龙中山村中的一条龙 这条龙一旦飞腾 必将享朕还宇 赶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我们就称他为卧龙 你看如何呀 好啊 水晶先生笑了 是啊 他是卧龙 一条龙在这卧着 你呢 你的指甲旁同也不简单 他是南州知识冠冕 我们就称他小凤凰凤厨吧 将来这位小凤凤 要是飞上天空 这条龙 喀啦一声响 飞上天空 可了不得呀 司马德操水晶先生 跟庞德公 这么器重 这两位年轻人 卧龙凤厨 这名气 可就传出去了 诸葛亮 本事确实不小 诸葛亮大了 俗话说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诸葛亮不着急 他的两个姐姐 天天希望诸葛亮赶紧娶媳妇 也顺便地照顾他 照顾三弟诸葛君 可是在娶媳妇这件事情 诸葛亮有自个儿的主意 诸葛亮要成亲 这件事传出去了 当地人谁不知道诸葛亮 年纪轻轻漂亮小伙 要身材要身材 要模样有模样 要本事有本事 要人品有人品 那提亲的就多了 可是诸葛亮哪个也不愿意 大家会猜呀 要打算嫁给诸葛亮 那必须有清国清城之貌 不然的话 诸葛亮他不答应 没想到这事情就耽误下去了 说谁 诸葛亮也不点头 这件事就惊动了 缅南名士黄承燕 黄承燕琢磨这件事啊 诸葛亮为什么 看谁都不顺心 哦 黄老先生明白了 这是诸葛亮 重财 不重贸 想到这黄老先生 一看自己的女儿 哎呀 黄老先生看着看着 黄老先生 坚定的信心 我去找诸葛亮去 黄老先生这个女儿 人家黄老先生当儿子养活着 从小就让念书 黄老先生的女儿太聪明了 长大之后 这名声就传出去了 什么名声 第一是女中才子 第二呢 这时候太寒颤了 谁不知道 缅南名士黄老先生 有个丑丫头啊 黄老先生开始的时候 为女儿婚姻大事 也非常发愁 没想到诸葛亮 要娶媳妇这件事 老先生坚定信心 自个儿来找诸葛亮 见着诸葛亮了 老先生跟诸葛亮说 文君择父 身有丑女 黄头黑色 而才堪相配 足下以为如何呀 黄承燕说得非常清楚 说听说你要娶媳妇 我家有个丑丫头 黄头发黑皮肤 可是才能跟你能相配 你以为如何 没想到诸葛亮 听到这儿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岳父大人在上 请受小婿 大礼参拜 诸葛亮 他答应了 就这样 把缅南的丑丫头 娶到自己的家中 这件事可传开了 谁不替诸葛亮 多漂亮的小伙子 多大的本事 有人编成了谚语 来嘲笑诸葛亮 说什么 莫作孔明择父 只得阿成仇女 人家诸葛亮呢 诸葛亮有自己的恋爱观 丑妻进帝家中宝啊 诸葛亮这些朋友 哪知道皇室进门之后 夫妻恩爱 诸葛亮得此贤内重 不仅对他的学业有补益 而且在诸葛亮一生的事业中 起了相当的作用 诸葛亮是27岁 刘备三股茅庐 把他请出山去 诸葛亮保刘备 27年54岁 死在武藏园 那家中靠谁 全都仗着皇室 教育子女 后来斩眠竹 一门中烈呀 诸葛亮这几位好朋友呢 一个是崔周平 一个是孟宫威 一个是石广元 一个是徐渊直 他们就发现 诸葛亮自从娶了媳妇之后 出门比较少了 就变着方的打听 诸葛亮在家干什么 一打听才知道 诸葛亮没事啊 跟媳妇皇室研讨学问 谈古论今 嘿嘿 行 有的时候看见诸葛亮出门了 有人就问他 孔明啊 怎么你一个人 三弟呢 三弟呀 跟他嫂子 习学京史 嘿 有意思 有意思 这几个人 跟诸葛亮一聊天 就觉得 诸葛亮娶了媳妇之后 学问见长 真是识别三日 当瓜不相看 当然 这些人全都知道 黄承燕的女儿 有才学 但是这男人他到底不服啊 一个女人长得那么丑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诸葛亮跟他这么好 能耐还健长 不成 咱们得想办法考考 诸葛孔明这位妇人 几个人商量主意 正赶上麦子熟了 应当割麦子吃新面了 这麦子刚刚割下来 奶尖都没磨面呢 这几个人就找诸葛亮来了 孔明啊 该你请客了 行啊 吃什么你们说话吧 这么着 麦子熟了 请嫂夫人 给我们烙点饼怎么样啊 好啊 诸葛亮说了一声好 说完了以后 也有点后悔 这麦子刚刚割下来 怎么烙饼啊 哦 反正家里还有陈麦子 好啊 有陈麦子 咱们照样吃饼 不成 告诉你啊 我们得吃新格的麦子 吃新面香 诸葛亮心说 这纯粹是 欺负我这位皇室夫人 怎么着 要考考她 可是诸葛亮又不能说不行 回来跟皇室一说 皇室点头答应了 行啊 一会儿 这烙饼就端上来 诸葛亮跟几位朋友 就在前边等着吧 可现在的话呢 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 那个时候呢 就是半个多时辰 诸葛亮的夫人皇室 就把一大落烙饼端上来了 这新麦子莫的面 就是香啊 这几个人一看 怎么这么快的功夫 都把烙饼端上来了 诸葛亮一边吃烙饼 一边琢磨 我这媳妇用什么办法 我的麦子呀 谁帮她的门 后边没人呢 借机会 诸葛亮说 我方便方便 诸葛亮就优打前边 到了后院了 等到了后院 诸葛亮可愣了 见庶人 卓麦 云莫如飞 这可不是我胡说 这确实是历史上有记载 诸葛亮 诸葛亮看见了 有好几个木头人 帮着皇室夫人 正在抹面 诸葛亮他们家 没有丫鬟 丫鬟都是木头做的丫鬟 由打这炒菜的地方 到吃饭的地方呢 都是由这木头丫鬟 把做得的饭菜端过来 这木头丫鬟 手里拖着盘 底下有轮 一按这钮 这丫鬟过来 就把饭菜端上了 诸葛亮一看 我媳妇是真有本事啊 木头人帮着着麦子 帮着磨面 通过这件事 诸葛亮佩服夫人 诸葛亮这些朋友 也十分佩服皇室 到了后来 诸葛亮六出奇山 用的木牛流马 这跟皇室有非常大的关系 据说呢 全世界第一个 飞上天空的 就是诸葛亮的老岳父 黄承燕老先生 人家坐的木质飞机 是第一个飞上去的 诸葛亮隐居南洋 因为这地方呢 是汉光武留秀中兴汉史的发行 诸葛亮最赞成的 也就是汉光武刘秀 刘文书 因为刘邦打了八年的仗 闯下大汉朝的江山事业 刘邦当了皇上 代代相传 传了二百来年 传到了孝平皇帝 孝平皇帝 价钱有个大奸臣 就是王莽 王莽用三杯镇酒 镇死了平地 把汉朝天下弄没了 他当了皇上 自称天放皇 就是历史上的新朝 王莽虽然弑军篡位 做了皇上 但是王莽他不会治理天下 天下就乱了 汉高祖九世玄孙 刘秀刘文书 在南洋晚城白水村兴兵 带着二十八元云台大将 用马原邓宇为元帅 打了几年的仗 灭了王莽 复兴了汉史天下 这段历史呢 叫汉光武中兴汉史 这个地方正是刘秀发祥之地 也是诸葛亮在这待着的地方 所以诸葛亮 从心里头佩服汉光武 刘秀中兴 诸葛亮立下之愿 也希望自己将来 跟刘秀君臣一样 再一次的安定汉史天下 他呢 常常把自己比成管仲月异 诸葛亮是以一身 奸将和相 也就是文武双全 如果说我做文职官员 那么我就如同贤相管仲 希望自己像管仲当年辅佐 齐皇公 九和朱镕 一筐天下 那样来复兴汉史 诸葛亮呢 还希望自己身为大将军 执掌兵权 是一个军事家 就如同越义当年 扶持微弱的燕国 统帅强兵 一举打下齐国七十余成 那样来扫除群雄 结束分裂 按汉史天下 完成自己学习留秀的志愿 所以诸葛亮 以就天下为己任 渴望建立一番事业 可是诸葛亮也想 天下这些诸侯 谁是应该自己保的英明之主呢 诸葛亮不是没看上刘备 刘备刘玄德是个人德之主 可是诸葛亮想 刘备多大岁数了 年过半百了 刘玄德闯荡半生 我才多大呀 我年纪轻轻二十多岁 刘备要比我大二十多呢 像刘备这种人 能看得起我这个年轻人吗 能够重用我诸葛亮 为一重任吗 对刘备呢 诸葛亮还想进一步的了解 刘备这个人 值得不值得我辅佐 我辅佐刘备 能不能像刘朽中兴汉史一样 扫出天下群雄 再安汉史呢 就在这个时候 徐叔徐元旨来了 徐元旨告诉诸葛亮 我已然在皇叔刘备面前 举荐了你 过几天 刘备就来 你一定答应出山辅佐刘备 拯救万民 诸葛亮当然不愿意了 先说徐叔啊 你走 你就走吧 你走你的 我没求你 我没让你在刘备面前 把我诸葛亮给说出来 你代表得了刘备吗 刘备能像当初 齐皇宫重用管仲那样重用我吗 他相信我的才能吗 再说你知道我诸葛亮保不保刘备 你就让我答应一定出山 你做得了我诸葛亮的主吗 你走了 把我捧出来了 把我当成贡品 往捉成一摆 好啊 拿我当成想计之牺牲户 所以诸葛亮一生气一甩孝子 不理徐叔 进了那时了 徐叔是诸葛亮的好朋友 知道自己做得不对 可是徐叔感到委屈啊 我是为刘备啊 我感激刘备的知欲知恩 才这么做的 为了刘备的事业 我才这么做的 可是再一想 孔明责备自己 责备得非常有道理 我不能替人诸葛亮选择民主 我也不能替诸葛亮做主啊 徐叔感觉非常羞惨 对不起朋友 立刻退出去 骑着马赶奔许昌 去见母亲 等到了许昌城外之后 徐叔一看 草草这些谋史跟文史 全都在这了 徐与寻忧成欲 刘业满宠 贾许 毛借履钱 杨修陈林 一个不少 大家彼此相见 咱们说书不说废话 这些谋士文士 就陪着徐叔 来到相府外下了马 然后陪着徐叔 到了省厅 来拜见丞相 为了母亲啊 徐叔只好给曹操 施了一礼 徐叔 拜见丞相 曹操高兴啊 徐叔 来了 只要他不保留背就行 徐先生 你乃高明志士 为什么到新野县 去保那小儿留外呀 这个徐叔啊 是有什么说什么 承想 只因我徐叔逃难 流落江湖 到了新野之后 认识了刘皇叔 我跟刘皇叔交为朋友 感情十分融洽 只因为老母亲在许昌 兴蒙 城乡挂念 不胜感激 人徐叔说得很清楚 明明白白告诉你曹操 我不是为你来的 我为我妈来的 曹操乐了 先生 来到许都 可以在堂前尽孝 我曹操 也可以经常在先生面前 多多领教 常听先生高论 多谢丞相 请问老母 现居何处 来呀 陪同先生 去拜见老伯母 有人陪着徐叔 徐恩之 到了徐家 徐叔下了马 沙腿往里跑 跑到唐顺一看 母亲在这端然正坐 徐叔跑到母亲 膝前扑通一声 跪到了 徐叔放声大哭 娘啊 不孝儿徐叔来迟 您受委屈了 请受孩儿大礼参拜 啊 徐母突然间 看见儿子徐叔 跪在自己眼前 大吃一惊 这已经 非同小可呀 你 你是我儿原职 因何至此 啊 因何至此 徐叔脑子可乱了 您给我写的信 让我来救您 怎么叫因何至此 母亲 我近日在新野县 辅佐红树流域州 只因为收到母亲的书信 才日夜建成赶到许昌 哦 老太太明白了 徐老太太多聪明 接到我的亲笔书信 这信 徐母不由得勃然大怒 到底 徐叔的母亲 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徐原职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赶索树 请不吝点赶索树 请不吝点赶索树